主席,我们请曾主委 请曾主委 请曾主委 好,王伟,您午安 主委,午安,辛苦了,曾主委 那个,本来早上啊 这个,我想说哦 这个,这个,已经登记了 看说早上能够跟主委聊一聊 那么,正好 这个,我们的 召集人说,以人道考量 还是要,让恢复人员 休息一下,不过啊 经过,一个 这个,午餐啊,我想主委啊 您就更,这个,精神饱满了 那本席啊,在这里啊 要跟主委啊,来探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今天啊 早上的咨询 本席在办公室都有看 那尤其,呃 陈,这个,郑乡 这个,陈委员啊 对,这个,退伍会 是,可以说啊 相当的,啊 苦口婆心啦 那么,退伍会 整个组织架构的变革 我想是在这一次啊 啊,政府的组织架构的改造里面 算是经典啊 啊,不但把几个 啊,这个处 啊,把它简化 但是呢 啊,本席在这里就要强调 啊,陈委员所说的 退伍会 毕竟,他当时成立的功能 是对于这些退出于官兵 啊,尤其是 我们这些啊,老农民弟兄 那么,以本席的啊,在花莲县 啊,不管是 啊,荣家 荣福处 乃至于啊,这个玉里南区的 所谓的农民医院 对于啊,这一些啊 荣民的照顾 真的是功能极强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一个组织 不可能因为它成立当时的宗旨 而完全没有变 时代在变 我们对荣民 我们对荣眷的照顾 不但要加强 反而啊,要更细微 那么,在这里 本席就要请教主委 既然时代在变 我记得 陈委员早上有说啦 他说哦 很多退伍的人员啊 四五十岁 他不晓得 啊,在军中所啊 受了训练 到了业界去 他不晓得 他刚刚用了 他好像用了一句话 沦落到社会去 我要跟郑主委报告 我的立委服务处 有两个空军退伍的 啊,都是军官 啊,那 我就认为 我很受用 啊,但是呢 很多的啊 四五十岁 这种等待的这个 啊,一个一个啊 社会的功能才要发 才要在在在起啊 在这个发迹的 哦,那么 退伍会 有没有办法 对他们啊 这一些啊 二次就业的啊 这样的一个做准备 所以我就想 这个 主委你是不是对于我们 将来就学就业处 乃至于啊 退出于官兵啊 职业训练中心 当然这有些 他不是新的架构了 哈 但是有没有什么 与时俱进的新作为 我请主委 稍微 说明一下 啊,跟委员报告啊 呃,这次主改中间 我们已经预划到 就是稍微四年以后啊 这个 全募兵制 的转变 是 以及 年长这一块 荣民 他们的凋零 是,所以我们在整个组织结构中间 会强化两个 两个 三个方面 嗯 第一个就是 容服处 是 我各地县市 每一个县市地区的容服处里面 都有一个就学就业的一个组 嗯 就专责这一个县市里面 所有的对外窗口 是 那另外在在绘本部里面 就是就业就学就业处 是 这里面它是整合统合 下面所有这些服务单位啊 以后是19个 这些容服处的这些 是 所有的资讯跟所有政策上的拟定 嗯 另外它还直接掌握到一个我们的训练中心 嗯 是 所以训练中心这一块是在会里面直接掌控之下的 是 那这里面的整体的一些训练计划的规划 对 都在我们政策指导之下 所以将来在容服处这个就业就学的这辅导这个窗口啊 不但对于冗民乃至于对于这个新一代的这个退休弟兄 甚至于对于冗卷 我觉得对他们的这就业都应该辅导 有 都包含在内 是 所以郑主委 这个本席啊 其实是有感而发啦 不要说本席办公室有两位啊 我们来自空军退伍的军官啊 那事实上那是因为啊 本席跟他们本来就是朋友 那么事实上啊 退辅会的功能可以更进一步 也就是说 从啊 这个退辅会它成立啊 的宗旨 一直到现在时代在改变 退辅会如果以现在这样的一个经典架构 那么应该 这是一个硬体的架构的一个一个一个展现 那软体的部分应该要怎么样 好像电脑你现在有了电脑有了monitor 有了有了这个cd driver 但是你怎么样让里面的software来增加 也就是说 就业的辅导 如果能够是退辅会 未来啊 转介这个军中的人才 不管是到我们的兵工厂 到我们其他研发单位 乃至于到我们社会跟退辅会 比较接近的这一些社会公司 私人的这些公司部门的话 那我觉得退辅会啊 将来啊才能够帮忙国防部 帮忙我们政府在募兵制里面奠定一个基础 这个是本席啊希望我们组委啊 一定要在这个组织在照以后 要重视的一个一个内涵的一个推动 那么接下来啊 本席也要在这里啊 这个拿一份公文啊 来给主委请教一下 这份公文啊是行政院卫生署 行政院卫生署 回给啊本席办公室 啊因为啊本席啊 曾经替我们玉里荣民医院啊 好来打抱不平啊 好那么玉里荣民医院啊 主委应该知道 我听我看你的表情 你有感觉这是什么案子 那玉里荣民医院啊 不但居在花莲的南区 137.5公里的南区 好玉里荣民医院 现在不是只有早上的议题 说是荣总 说是这些护士及理请职的隐忧啊 玉里荣民医院是连医生都待不下去啊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但在137.5公里离花莲市之外 很多的很多的年轻医师 到了那里去以后 生活不方便 家眷也没有在那里容易找得到工作 我再讲一个 啊可能啊 这个主委你或许你想象不到 但是我至少我被告知是这样子 连一些年轻的医师要上网 这个脸书去跟他的朋友啊 男的女的都好 来对谈啊 那网路都不见得那么顺畅 常常会断线啊 那谁要到玉里荣民医院去 好那这个公文啊 是本席帮忙我们南区的 这一个花莲乡亲 在所谓的妇科 儿科24小时补助 卫生署有补助全国的哦 但是卫生署拒绝了玉里荣民医院 他拒绝的理由啊 我念一句而已 令警察该院于本案之申请资格不符 他说玉里荣民医院是不符合这个24小时儿科啊 这个妇科的补助啊 花莲可怜到什么地步 副理箱只有卫生所一个医师 瑞税箱下班以后五点牙痛找不到医师 那玉里荣民医院是不是需要担取这个花莲南区的整个医疗的啊这样的一个责任 所以本期在这里啊 虽然是对退府会来啊 对这个问题来探讨 但是我事实上对于啊 这个卫生署啊 这样的一个回文啊 相当不以为然 我也跟邱署长说过了 哦 那邱署长啊 当然他知道这个问题 那但是卫生署目前啊 他期盼啊 这就是我现在要跟主委来投 来来来来的请教了 他期盼啊 退府会啊 要upgrade 要升等啊 这个玉里荣民医院的急速啊 以便啊 他们卫生署补助的时候啊 是对地方医院没有办法做这24小时的补助 但是对区域级的医院 他说资格救护 那玉里医院既然在我们花莲南区 北区有慈济 有这个蜀花 有这个805 国军医院 有门诺 但是南区最大坚的就是玉里荣民医院了 那你说我们南区的乡亲 只要遇到问题 现在呢台九线才在拓宽 每次坐在这个这个所谓的救护车 他们说经过一个半小时人都走掉了 所以玉里荣民医院担负的花莲南区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守护的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是不是主委 有机会的话 我知道你的预算也有困难 但是我帮你跟卫生署协调 是不是让玉里医院在一个合法合理的情况下 我们让他升得 我们让他升得 怎么做 我想主委您再来想想办法好不好 跟委员报告 您提到玉里医院 玉里荣民医院 对我知道 玉里荣民医院 这个医院在我们这边会里面来讲 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医院 比较特殊 慢性病精神 他原则上是以精神上面这一个领域为特色 没错 为主轴在做的 没错 那如果说现在在附设再去做一些科别的 这些 主委 那个我跟主委报告 其实现在 南区的外劳健诊 都要到花莲137公里以外的 花莲的这些区域局医院 本席已经帮我们南区的乡亲争取到 外劳健诊 就到我们玉里荣民医院 所以报告主委 玉里荣民医院已经肩负了 这综合的这一些病患的这样的医治 那慢性病精神病的这一些患者 事实上还是在玉里院被照顾 因此本席很清楚 玉里医院已经有那样的能量 只是说他的医疗器材 需要各种的资源在 让他升级 才有办法呼和所谓的区域局医院 因此主委 我本席在这里强调 即便有预算的困难 即便有他科别的困难 很多我们在乡下的这一些 花莲的乡亲 真的就是需要玉里荣民医院 在各个层级的这样的一个关怀 因此本席还是要坚持 主委 是不是说 虽然这个主改里面 看不到玉里荣民医院将来的这个走向 但是本席要来拜托主委 为了花莲南区的乡亲 我们要让玉里医院来升格 成为区域医院 至于卫生署 本席绝对挺我们主委 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不好 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是 好 那这样 非常谢谢主委 好 谢谢